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再来学习一种新的正者表达师的套路 我现在更倾向于把它叫做套路 那么我们本节课来学习一个新的套路 就是这样一个概括字符集 好那么这里我要说的是 这个概括字符集 是我自己发明的一个竅法 我查了一下 也没有看到一些对这种字符集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叫法 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概括字符集 比如说我们之前所学到的这样的一个反斜钢D 它就是一个概括字符集 它可以表示所有的这样的一些阿拉伯数字0到9 所以说0到9它用了一个反斜钢D 把它给表示出来了 所以说我认为它是一个概括 好那么这个概括字符集到目前为止 我们应该接触到了两个对不对 反斜钢小D和反斜钢大D 一个代表的是数字 另外一个代表的是非数字 好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反斜钢D 它也是一种字符集 这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反斜钢D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上节课所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自符集的方式来表示 比如说反斜钢D 小写的D 我们其实是可以 这样吧 我们先看一下这段代码的运行结果 好 这样反斜钢D可以帮助我们把所有的数字都给它找出来 那么反斜钢D 它其实是可以用这样一个字符集的形式来表示的 怎么表示 根据我们上节课的字符集的概念 0到9 好 我们再运行看一下 得到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概括字符集 它也是字符集的一种 正对白拉斯有时候是非常灵活的 它并不是只有一种写法 所以说我尽量的把每一个套路给大家归类归好 好 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反斜钢D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字符集 0到9的方式来表示 那么反斜钢D 上节课我们讲过了 加上这样的一个箱上的箭头 我们看一下它的运行结果 好 它将把所有的非数字全部答应出来 好 那么接着我问一个问题 假如说我想既匹配这样的一个数字 又想匹配这样的一个字母这么般 有没有一个概括字符集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有 反斜钢W 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给改一下 我们用反斜钢小达6来匹配一下上面的字符传A 它将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包括数字和字母全部都匹配出来 好 那么这里有一点我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Python正式表达是把我们的匹配结果猜成了一个一个的字母 好 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是怎么介绍的 在哪里我看一下 跑哪去了 我们说的是普通字符和原字符对不对 我们说的是字符 不是说是什么一个一场串的这样的一个集合 所以说大家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匹配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点 它只能匹配单一的字符 好 然后我们来深入的说一下反斜钢小达6 很多同学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匹配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把所有的字母和这样的一个数字都匹配出来了 所以说大家觉得无论任何情况下 这样的一个匹配都是能够匹配出结果的 好 我们举一个特殊的例子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在上面的字符串这里 随便在某一个位置加上一个 系负的加7产生的这样一个符号 按你的符号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反斜钢小达6 能不能把按的符号也给它匹配出来 答案是不能的 匹配不到这样的一个按的符号 所以说我们的反斜钢小达6 它并不是说匹配所有我们键盘上面的字 并不是说匹配我们所有键盘上面的字符 它是真正意义上来讲的话 这个反斜钢小达6 它只能匹配这样一个单词字符 好 那么也许我们用字符集来表示一下 这个反斜钢小达6 大家们会更加明白 好 这个反斜钢小达6 它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匹配的意义 我们用这个字符集来表示应该是这样的 大写的a到大写的z 然后是小写的a到小写的z 好 还有什么 还有这样的一个数字0到9 反斜钢只能匹配 从这些大写的字母 小写的字母以及数字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是可以匹配的 下滑线它也是可以匹配到的 好 我们可以验证一下下滑线的匹配方式 看看下滑线能不能匹配到 我们加几个下滑线 好 然后我们翻写钢小达6看看 大家看到这里出现了三个下滑线 好 我们再恢复一下 好 所以说为什么它叫单词字符 就是它只能匹配这些经常在单词里面 出现的这样的一些字母 对于这样的一个暗的符号 它是无法匹配的 好 那么从这个示例里面 我们还可以看出 我所写的很长的这样一串字符集 其实我们仅仅只需要用这样的一个反写方W 就可以来代替这么长的一串字符了 这么长的一个正在表达式了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概括字符集的一个优势 它把这么长的一串真的表达式 概括成为一个反写方W 所以说它要更加简洁一些 好 那么问题来了 如何匹配这样的一些像暗的 这样的一些非单词字符 好 正如同我们的大D小D一样 我们用大写的W 来匹配非单词字符 好 我们用反写杠大W来看一下 好 果然它只把这样的一个非单词字符 按的符号给匹配出来了 好 那么我还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空格是属于单词字符吗 回车 反斜杠N 反斜杠N 回车 是属于单词字符吗 好 我们只需要用反斜杠W来验证一下 就知道了 好 再运行一下 好 我们看到什么 非单词字符 包括了这样的一个空格 这里的空格 看它匹配的一个空格出来了 按的符号 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反斜杠N 回车 同样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反斜杠R 它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非单词字符 还有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字表符 反斜杠T 通通都是属于非单词字符 好 然后我们再介绍一组这样的一个概括字符 我们刚刚在我们的字符串里面出现了这样的 就空格还有这样的一些置表符 回车符 换航符等等 这样的一些字符 那么有没有一个概括字符机 可以代表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样的一些字符 有 反斜杠小S 好 让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把这个改成反斜杠小S 再看一下 好 大家看到它匹配出了什么 空格 反斜杠T 反斜杠R 反斜杠N和反斜杠R 这里面就是大家要注意的 它并没有把我们暗的符号给匹配出来 对不对 因为暗的符号和我们所说的空格 回车字表 这样的一些不是属于同一种字符 好 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些空格 还有这样的一些字表 回车换航这些符号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这样的一个空白字符 好 所以说反斜杠S是用来匹配空白字符的 好 那么 这个我们就不演示 不演示了 反斜杠大S表示匹配非空白字符 好 那么基本上我们常用的概括字符集 就是这样的三组 我这里已经很清晰的帮助大家总结出来了 好 各位同事 那么我们本节课又介绍了一个字符 一个原字符的新的套路 概括字符集 好 希望大家下去了之后 要好好地揣摩一下 这样的一些概念 你现在可能是听得懂 但是证则本来是这个东西 它就是这样的 你一旦长时间不用的话 马上就忘完了 像这样的一些原字符 我不知道从编程到现在 就是用了之后又丢了 然后丢了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 又要用了 又把它捡起来了 像这样的反复都不知道 反复多少次了 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课再见 我们下期课再见